再来关注下一个消息 本台记者陈永庆报道 旧金山市允许更多企业重新营业 但一些人表示他们却面临了一个大问题 旧金山商业驱逐令月底到期 他们可能要面临被驱逐 而他们仍有长达六个月的欠租 在日本城的一家出售日本家具和商品的商店 Need Asian Things 店主岛田看上去很兴高采烈的样子 但他担心自己可能付不起房租 松野安妮和丈夫理查德 在疫情爆发前六个月 刚接下旧金山日本城的Kisako餐馆 那么松野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 这是我们养家糊口的生计 主要提供日本茶糖果饭团和外卖便当 使他们勉强维持下来 但非常困难 亚太法律援助组织的律师松田戴安表示 如果禁令不能延长 很多这样的企业将会收到驱逐令 旧金山市长布里德则表示 他理解这种需要 但这主要取决于加州州长 他们与州长办公室正在保持密切的联系 努力确保这一政策得到延续 在没有得到加州行政命令的情况下 旧金山市对商业租金没有法律权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